阔别校园七个多月的武汉市初一初二年级学生 8月10日返校复课 当天清晨七时不到 武汉二中广亚中学校门口一路续有学生抵达 为错峰分流 该校启用两个校门 所有学生需经过红外测温通道 测量体温无异常后方能入校 记者跟随学生来到教学楼 根据班级布局 返校学生分别从三条通道抵达教室 教学楼走廊内 每间教室门口都整齐摆放着生活垃圾 废弃口罩及餐具回收专用桶 并设有防疫物资存放处 消毒洗手液 一次性口罩 测温计等一应俱全 感觉就是同学有说不完的话 要过来说 然后也是用不了表情包 现在用不了表情包 但是可以用自己的言语去表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 心愿 然后也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件事情 该校校长王新介绍 正式复课前 学校对校园环境已进行全方位消杀 并按照前阶段高三初三复课标准 规划学生行进路线及准备防疫物资 王新称 现阶段常态化防疫仍然是复学复课的首要工作 学生复课后 每层楼都安排值班老师 午餐由食堂配餐送到班级门口 课间广播也会循环播放防疫之时 针对高温天气 学校在启用空调的同时 也会定期进行开窗通风和班级内消毒 我们对于学生首先是一个进行调整 孩子们的这一个入学的这么一个心理上的 包括身体上的这么一个适应期 第二个呢 在第二读的时候呢 我们就对前面在线上学习的相关内容 进行一个回顾 复习 勾入 也就是让孩子们在这一个知识上面 也有个过度的这么一个时间 让孩子们的一个从心理 身体 知识当中 有一个提供的一个缓通 其实让孩子们都顺利地进入到 未来的这个下个学期的这次开学 该校八年级七班班主任徐燕介绍 复课阶段将更加侧重对学生的衔接教育 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回归正常教学秩序 我们现在孩子呢明显年龄一会小一些 他们的性格上面会更多有过一些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在他们的心理上面的一种适应呢 可能我们依然把它摆在最前面 因为毕竟呢我们这个新初三 学生还有一个中考的这样一个任务来等待着他们 所以呢我们会更加重视孩子的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个调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上半年武汉各学段开学时间均有所延迟 根据安排2020年秋季学期 武汉市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按照往年惯例开学 这一段时间是在我们下期的高兴 中文汉市大中小学的音乐